今天清晨又有中共军机 侵扰我国西南方空域 那么我国空军照惯例广播驱离 没有想到这一次 共机竟然还回响 用广播的方式回响 不要干扰他们的训练行为 还直呼我国是台湾地区 国防部长颜德发早上到立法院 针对台海情势跟我方军 被战力报告被巡时就重申了 募兵制有达到量少 直经战力强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 位于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7000公尺动工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ADID 影响我非常安全 立即快要脱离 凌晨5点20分 共机再度轻饶我西南空域 空军如常广播驱离 没想到 来自共机的广播 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甚至不客气回呛 呼吁我空军 不要干扰他们训练 走上9点共机再度扰台 频率之高 而且透过广播回应 是今年的头一遭 面对这般亲门踏户的行为 国防部长颜德发 再向共军喊话 呼吁中国克制一点 严部长更表明立场 强调国军可不是好惹的 我们这个时候是最有战力的时候 因为我们实际证明给国人看 现役官兵量少 执金战力强 后备军力也将全面改革 加强训练 后备的改革 目前都已经完成规划了 我们在组织方面 我们会成立一个 专责的防卫动员署 成立防卫动员署 国防部长喊话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唯有提升战力 面对共军挑衅 呛瞎时 台湾才有捍卫主权的能力 记者林圣洁 吴香三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